这个 这个 板栗 为什么是个板栗啊 象牙雕刻是我国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 这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牙雕制品 作为和睦度文化的遗存 它距今已经超过七千年了 在古代 以象牙雕刻出来的物品种类有非常多 除了比较常见的人物雕像以外 有很多的文房用品也喜欢用象牙来制作 这种质地温润细腻的材料 历朝历代以来一直广受达官贵人们的青睐 比方说 在历代清代帝王的珍藏中 步伐以象牙雕刻的精致物件 这其中呢 有以乾隆为甚 这位石犬老人 光自己常用的象牙板纸就有 这么多 一天换一个 可以一个月不重样 小仙女啊 皇室的喜爱 使得牙雕记忆 在清朝达到了天锋 涌现出了许多极为精致的文物 这其中呢 有一部分图片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我不得不打上马赛克 有没有观众能猜出这雕的是什么呢 是的 相信很多观众已经猜到了 这上面雕的 其实是仰卧起坐 因为姿势太不规范了 怕观众模仿 所以我打上了马 在众多的牙雕文物中 有一种特殊的球 是最称得上极致二字的 没错 就是鬼公球了 因为它真真正正的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极致的繁复精巧 鬼公球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就在于 它是用一颗完整的象牙球整雕出来的 除了精致的镂空浮雕外 它内部层层套欠 转动自如 要知道这颗小球的直径可只有12厘米 猜一下里面总共有多少层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的话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球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鬼斧神功 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称作鬼公球 要在内部雕出这么多象牙球 担忧不能破坏外层 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鬼公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首先呢需要从象牙上 研磨出一颗足够圆滑的小球作为原料 在小球上 先用钻头钻出一个像这样的小圆槽 重复数次 使得大小一致的圆槽 这样规律地排布在小球上 有了圆槽后 就得使用一种像这样的圆形错刀了 将错刀伸进圆槽内 打磨其边缘 使小球的内层与外层分离 这样依次对每个圆槽进行打磨 一个内外两层的小球就被制作出来了 之后用同样的方法 继续对小球的内层进行开槽和打磨 小球的内部就会逐渐形成重叠的嵌套结构 这样一颗鬼公球就做好了 怎么样 我说得清楚吗 关于鬼公球呢 其实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 话说 在民国的时候 鬼公球曾经代表中国 去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万国博览会 在当时 鬼公球府一出现 就吸引了所有人惊异的目光 当时参展的那颗鬼公球的内雕层数 达到了惊人的25层 原本以为得奖是探囊取物 谁知 那一届的日本参展的 竟然也是一颗鬼公球 更加神奇的是 他们的鬼公球 还多一层 按道理来说 更多的层数就意味着更高的工艺难度 可是 日本的鬼公球 被中国代表看出了疑点 主办方受委托取来了热水检验 谁知 日本的鬼公球 一于热水 竟顿时四分五裂 化作碎片 最后才发现 原来他们那颗 竟然是用胶水粘起来的 最后 中国鬼公球得了金奖 开旋而归 提到这个故事 是因为看过有很多文章 用这段世界 来衬托我们牙雕工艺的水平 而且 甚至还被记录在了档案局的官网上 但是 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科普节目 我还是得告诉大家 上面这个故事 在外网上 并不能搜到有关的信息 这个故事 居然只有中文版本 只能说当个故事看吧 古代牙雕技术发展的异常迅猛 甚至对周边的国家 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例如我们视频开头的这颗板栗 是的 我不说你肯定猜不到 这颗板栗 居然是用象牙雕出来的 这种牙雕板栗 其实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工艺品 在当时 日本的牙雕工匠们 受中国影响 制造过很多这类仿生牙雕 不只是板栗 基本上 只要是蔬菜水果 在当时都逃不过日本工匠们的魔爪 看着它们 你甚至会有逛菜市场的感觉 我们再看看国产的 在河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 这颗白菜是画风最奇特的一个 是的 这颗白菜也是用象牙雕出来的 这件画风清晰的文物 除了不是白菜以外 基本上跟白菜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它的上面 甚至还专门雕了一只锅锅 类似的 还有这个 同属于河南博物馆的牙雕萝卜 它和刚才那颗牙雕白菜 都是在清代被制作出来的 这雕的真的是硬核 那么 等一下 这才是怎么写的罗报 事实上 牙雕艺术在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难继续传承了 随着向牙交易的全民禁止 牙雕制品无法再被出售 工匠们甚至连原材料都很难获取了 但回过头来看 牙雕艺术在我国历史上的蓬勃发展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亚洲像在明代就已濒临绝迹 这种七千年前 还广泛存在于这片土地的物种 现在国内已经很难再见到了 所以说 牙雕这东西 还是就让它留在博物馆里吧 牙雕